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288年后 他的墓地现状如何 在河北宝定市义县 距离市区80公里 距离县城15公里来 有一座大山 叫永宁山 在200多年前 有一位清朝皇帝选址在这座山下 为自己建造灵情 从此 清朝又开辟了一处新的皇家陵园 西陵 作为皇家陵寝 清西陵内埋葬着四位皇帝 分别是雍正皇帝 嘉庆皇帝 道光皇帝 光绪皇帝 除了皇帝外 还有皇后 妃嫔 王爷 公主 阿哥等等 再加上末代皇帝 一共有80多人 在这些皇家陵寝中 有一座地陵位置最尊贵 他后靠永宁山主峰 南达元宝山 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 后代陵寝的修建均以它为中心分布在东西两侧 规制与清东陵基本相同 这座地陵就是清西陵的首陵 也是规模最大的陵寝 清世宗雍正皇帝的太陵 我现在已经来到清西陵了 进入清西陵的第一座建筑 与清东陵不同 前几天咱们已经发过视频了 清东陵第一座建筑是石排放 它也是顺至孝陵的第一座建筑 很多朋友来到清西陵 认为清西陵的第一座建筑是以桥开始的 就是咱们眼前这座桥 是一座五孔桥 桥长84.5米 宽8.7米 其实清西陵的第一座建筑也是一座石排放 是火焰排放 三门四柱 没有清东陵那座石排放大 距离清西陵大湖门有5公里 所以很多朋友来到清西陵 认为前面这座石桥就是清西陵的第一座建筑了 其实并不是 也就说过了火焰排放才是这座五孔桥 大家看到这座桥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一部电视剧 在八六版的修计中 唐僧取经前 告别大唐皇帝的一场戏 就是在这座桥上拍摄取经的 唐僧就是从这座桥踏上了取经之路 这座五孔桥是由清白石修建而成 据说这些石料是靠沿途早景 冬天泼水结冰 然后一块一块划过来的 最后是在清西陵打磨而成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桥下的这条河 五孔桥下的这条河就是溢水河 大家肯定听过 风霄霄西溢水寒 壮士一去西不复还 当年燕太子丹就是从溢水河畔送别去刺杀秦旺的荆轲 河北溢县就是战国石燕夏都的所在地 燕夏都遗址还有荆轲墓在三年前咱们已经探访过了 有视频感兴趣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总之溢县这座城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后走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雍正皇帝太陵的神道 长两千五百米 没有青东陵孝陵的神道长 在青东陵孝陵的视频中咱们聊过 为了表示历代帝王一脉相承 代代永胜不衰 因此其他各地陵的神道 正常情况下都是与守陵神道相连 那皇后陵的神道呢 是与本朝皇帝陵的神道相接 青西陵也是这样 所以太陵神道也是青西陵的主神道 只要说到正常情况下 肯定就有不正常的时候 青西陵除了嘉庆皇帝的昌陵 与太陵神道相连外 剩下的两座地陵 道光皇帝的墓陵 光绪皇帝的重陵 是没有与太陵神道相连的 关于这个问题 等咱们去探访墓陵的时候 会详细的聊聊 大家看 前方就是青西陵独一无二的三座师牌坊 都是五间六柱十一楼样式的师牌坊 高11.5米 面宽32.17米 青东陵和青西陵在大洪门前建师牌坊 都是仿照北京明师三陵来建造的 明师三陵那座师牌坊是嘉靖皇帝建的 在皇陵大门前建师牌坊 除了对风水的考虑外 就是昭氏家族仙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 明师三陵还有青东陵的大洪门前 都是一座师牌坊 而青西陵却建了三座 正前方一座 东西两侧各一座 与北侧的大洪门相对应 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四合院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青西陵要建三座师牌坊呢 有一种说法说是蒙古各部王宫 为了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心和敬意 均资营建的 但这种说法在史料中没有任何的记载 另一种说法就是 雍正皇帝在当皇子的时候 他居住的雍亲王府 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 在大门前就有三座牌坊 死后在临请前也建三座牌坊 充分体现了封建帝王的 誓死如是生的理念 除了这些 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其实这三座石牌坊 很可能和风水有关系 在皇家临请中一般都有三座山 分别是朝山 暗山 靠山 靠山相当于皇帝坐的龙椅 朝山相当于手持护板向北朝拜的臣子 暗山相当于皇帝批阅奏章的龙书案 那左右连绵的山岗 无疑就是天然的护杀了 也就是左青龙 右白虎 相当于护卫兵将 雍正皇帝太林的靠山是永宁山 暗山是蜘蛛山 朝山是元宝山 在元宝山东西两侧 有东西滑盖山 高耸对峙 就像天然门阙 在大鸿门两侧 还有九龙山和九凤山 就像侍卫守护左右 这样一来就形成双青龙 双白虎的对称格局 清溪陵和明石三陵 清东陵相比较 最大的不同就是左右护杀 明石三陵和清东陵的大鸿门 都是建在开阔的地带 离左右护杀很远 而清溪陵的大鸿门 距离东西两侧的沙山太近了 如果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只在正前方建一座石牌坊 根本就不足以凸显出 这是皇家陵园的气势和威严 也无法聚集天地人三者旺旗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因此要在东西两侧 各建一座石牌坊 挡住两侧的护杀 这样一来也显得非常宽敞了 这三座高大的石牌坊 和周边的山水环境相映沉 更凸显皇家威严 但话说回来 关于清溪陵为何要建三座石牌坊 在文献史料中没有查到相关记载 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过了石牌坊就是大鸿门了 大鸿门两侧就是风水墙 在古代风水墙内是皇家禁地 禁止人处误入冲撞风水 这座大鸿门是太陵的门户 也是清溪陵的总门户 和清东陵的大门一样 中门是神门 是供墓主神灵出入的门户 左侧是军门 是皇帝同行的 右侧是陈门 是大臣同行的 等级在地的人 从两侧的小门进入 在清东陵孝陵第一集视频中 咱们聊过鸿门遥记 清溪陵也一样 在清朝时期 所有过往的王公大臣们 来到清溪陵 都需要先到礼部去报到 由礼部官员 带到大鸿门的风水墙外 摇队陵区行三寇礼 以示敬意 大家看 在大鸿门两侧 还有一对麒麟 这也是清溪陵的不同之处 清朝陵 清东陵是没有的 清复陵是一对石狮子 麒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象征着吉祥和美好 古来就有盛世出麒麟的说法 有期盼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的寓意 石麒麟两侧 各有一座下马碑 有满猛汉三种文字 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在古代 无论是皇亲国妻 还是位高权重的大臣 只要看到下马碑 都要下马 用步行的方式 以示尊敬 接下来咱们穿过大湖门 过了大湖门 才是真正来到了清朝帝后 长眠的风水宝地 咱们进去看一看 咱们现在已经穿过大湖门了 在大湖门旁边 还有一处红墙黄瓦的建筑群 这就是巨福殿 也叫更衣殿 当年在明石三陵 大湖门内也有俗称浮尘殿 清东陵清西陵的巨福殿 就是延续明朝的浮尘殿而建 这个地方就是皇帝来夜陵的时候 更换衣服 临时休息的地方 在殿后还有一个地方 叫镜房 它就是皇家御用的卫生间 过了巨福殿 前方就是太陵的圣德神宫碑庭 俗称大碑楼 在清西陵有两座这样的大碑楼 除了雍正皇帝的太陵外 还有嘉庆皇帝的昌陵 也有这样的大碑楼 关于神宫圣德被停 和圣德神宫被停 在探访康熙皇帝景陵的视频中 咱们已经聊过了 就不再重复了 总之 大碑楼就是专门为皇帝 歌功颂德 数碑力传的地方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 有一条神道 与太陵神道相连 这就是嘉庆皇帝昌陵的神道 顺着这条神道 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到昌陵了 接下来咱们先去太陵打碑楼内看一看 大家看 这就是太陵的圣德神宫碑亭内部 前方有两座碑戏驼碑 古剑的大案中成为龙首龟夫 在康熙景陵的视频中 咱们也说了 景陵首创功德碑双碑之之 之后雍正皇帝的太陵 乾隆皇帝的玉陵 还有嘉庆皇帝的昌陵 都效仿康熙景陵 不管牧主人生前功业多少 不论碑为长短 一律树立双碑 这两座功德碑 一碑刻汉字 一碑刻满文 记录着雍正皇帝一生的丰功位积 清朝皇陵的石碑 大体上是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碑首 碑身 龟夫 还有水盆 在水盆上雕刻着江崖海水 四个角雕有鱼 虾 蟹 龟 象征碑在波涛大海中遨游 大家看 在笑脸的视频中咱们说过 正常情况下 皇帝皇后的碑系都是三位 王公大臣墓的碑系都是单位 太陵是一座地陵 所以这里的碑系就是三位 但也有不正常的时候 就是康熙皇帝的废太子 引人的墓 他墓上的碑系就是三位 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 除了这些太陵圣德神功碑亭 还有一个未解之谜 大家看 天花板上 每个天花板都有一个洞 而且都不在天花板的正中心 有人说这些圆孔是为了通风透气的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其他的皇帝灵天花板都没有呢 只有太陵是这样的呢 关于太陵圣德神功碑亭 这些天花板的圆孔 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太陵圣德神功碑亭的四周 和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一样 也有四座花表 也可以叫望柱 早在姚顺时期 花表是用木头做成的 当时是放在交通要道 以便给来往的行人 写下自己的意见想法 指出错误加以改正 相当于现在的意见箱 到了东汉时期 花表开始使用石柱了 书写建言的传统也渐渐消失了 后来就树立在宫殿 城门陵墓前 有寄宫装饰等作用 也就是说 这里的四座花表 起到衬托和装饰 圣德神功碑亭的作用 过了太陵圣德神功碑亭后 前方是一座七孔石拱桥 这座桥也是清晰陵中 最长一座桥 它全长是107米 宽是9.05米 在七孔桥上 大家看 前方那座建筑 就是嘉庆皇帝昌宁的 圣德神功碑亭了 过了太陵七孔桥后 就可以看到石像圣了 青东陵首陵 孝陵的石像圣是18对 青西陵首陵 太陵的石像圣是5对 最前方由一对石望柱 作为前导 往北依次是石狮子 石像 石马 文臣 武将 太陵的石像圣和 景陵的石像圣是一样的 都是前龙皇帝补剑的 最初太陵没有设石像圣 当年雍正皇帝说 其实像等剑 需要石功耗凡 坡劳人力不必建设 也就说雍正皇帝 是出于节约 才不设石像圣的 在乾隆朝有一位大臣 他说太陵不设石像圣 雍正皇帝是出于孝心 不忍心自己的制度 超越妇灵规制 除了这些 肯定还有风水的原因 但后来乾隆皇帝 还是给祖父 康熙皇帝的景陵 父亲雍正皇帝的太陵 各补剑了5对石像圣 等到了他自己御灵的时候 直接增加到了8对石像圣 从这就可以看出 乾隆皇帝为祖父和父亲的补剑 表面彰显孝心的同时 难免有为自己设立石像圣 寻找先例之线 过了太陵的石像圣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出现了弯曲 神道弯曲是为了绕过前面这座山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过的暗山 蜘蛛山 简单的说 暗山是可以挡风俱气 这个风水原则应用到民间 就变成了隐蔽墙 神道弯曲在青东陵 校林的视频中咱们说过 这种设计既满足了行路的功能需求 又平添了美感 更应和了皇家的地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风水有关系 如果把道路修成笔直的一条 古人将这种路称为土建是大雄之乡 也就说这种弯曲的设计 避免了皇陵受直到冲射的不祥弊断 绕过蜘蛛山顺着神道一直往后走 就可以看到龙凤门了 是一座礼仪性门户 在明朝地灵中叫灵星门 这里的龙凤分别是皇帝皇后的化身 当年地后的光果经过龙凤门后 就等于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 誉为生仙之门 过了龙凤门就是太陵的陵宫去了 也就是龙恩殿 宝城等陵寝主体建筑 在雍正八年 雍正皇帝放弃尊化陵区 选择在异县的新陵区建造自己的陵寝 自雍正皇帝在异县首建太陵以后 清朝在关内便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 尊化昌瑞山 异县永宁山两大陵区 尊化陵区位于北京以东称为东陵 异县陵区位于北京以西称为西陵 下一节咱们就进入太陵的核心区 聊聊雍正皇帝为什么不葬在东陵 还有这座太陵地宫里的秘密和墓主人的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吉他